一位弹友评论说 我都不敢想象 这把打完 他们在大厅会有多沉默 好家伙 五魂融合计都整上了 居然都拿不下这个rapper 我估计对面车队退出游戏后 应该是这个状态吧 这位就是弹仔版的地铁判官吗 还有一位网友说 他就算把我队友创下去 我也不敢说什么 确实 这甲鱼正义感满满啊 还真就是 可恶的敌人伪装成队友 帅气的队友伪装成敌人 本以为是一坨答辩 没想到是四坨 咱就是说 都这样了 为什么不愿意给个超级起步呢 又或者 他们少互帮互助 早都到终点了吧 知道承计错误就好 但是我还是要烦你 烦你 小小粉大 劲还挺大 不过这种复仇方式确实太爽了 只可惜 大多数玩家复仇的方式 应该都是 绕敌人一圈 恐吓敌人吧 看到这样的操作 有网友就坐不住了 说 双人跳水满分 还有这个 收拾收拾 玩双人一旦去吧 不过说实话 玩生存地图 和队友最好别站在一起呀 这样就不会出现视频中团灭的情况了 但在巅峰赛经线闪电杨蜜 通关路上火花带闪电 难道说 这就是杨蜜的第二人格出现了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粉丝投稿 你看看 行刑早就说过 只要离刚一爱人太近 那准没好事 小黑蛋估计都郁闷死了 这么多蛋 你为什么偏偏找到我头上啊 输入我亲手杀了 后面就会出现特别搞笑的名字 让我看看 我亲手杀了你的人生太多 什么奇奇怪怪的造句 你们的是什么呢 好倒霉的雪雪啊 就剩11秒就通关了 就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嘛 三连弹板送走人家 你们可真是有默契啊 就是希望我以后 别遇到这种事情 好家伙 闪电阳灭 跳跃和滚动 居然都有阿存的特效 就连跑步都变成了卖力的样子 不得不说 认真起来的小羊就是帅啊 不知道你们喜欢吗 好家优优优优独播 好家优优独播 又是一个刚义爱人 你瞅瞅着跳大摆锤的方式 估计是乐园骨灰级玩家了 虽然粉蛋自己很从容 不过你队友的心脏病 前前后后估计发作了好几次吧 好家伙 这就是凤凰高端局嘛 隐身一好全体失踪 这还打个屁啊 不过此时如果有谁没吃到隐身 那估计要被十几个人一起围攻了 那场面想想就害怕 吃掉可爱的豆子 别看前面有这么多两分豆 但其实这个地图的重点是这些五分豆 听说只需要吃五分就可以过关 第一个吃豆点是豆子们的家 这里面住着很多五分豆 把它们全部吃掉 你不要过来啊 不过这也才七十个豆子 不过也回去继续吃 第二个吃豆点是天空中的平台 重做加速门飞上去 不过也没有几个豆子 再去下一关看看 来 让我看看 你好 你发现了一个豆子 请问要交给主人吗 怎么可能 我自己还来不及吃呢 你妈 这豆子也太少了吧 还不够塞牙缝呢 等等 这面前不就是豆子吗 还有这么多 过来 你好 走直线不就行了 没有难度 寻宝大闯关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豆子 别不爱 吃饱了 哇 这里的闯关吃豆子也很 哈哈 你好 一个豆子怎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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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一千米长跑 终点估计会有更多的豆子 不知不觉分数已经过半了 不过豆子也已经被我吃得差不多了 哇 加速带的镜头 又是一大批豆子 吃吃吃 这一顿就是一百多分 太满足了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 没有新的地方吃豆了 哎 只能尝试一下这个彩虹独木桥了 完蛋 这下没办法过关了 你好 这个平台的豆子居然可以刷新 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 没办法 最后用最丑陋的方式 刷揍过关 是啊 不过赶快一点 这下回忍了 这个氏 词 啊 不过赶快乐